艾成17句傳出在魯州捷運站 貢購大樓最樓身亡的2號震驚演藝圈 事實上艾成跟老婆王瞳上個月 才一起合體上徐乃琳的節目 17日上午節目開棚錄影時 乃哥得知消息後驚訝不已表示 所以我們大家就覺得 有可能 跟他私底下有什麼樣的交情 沒有啦 私底下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交情 只是因為這一路來 我覺得王瞳跟他感情上來講 我覺得艾成是真的太偉大了 他整個的處理事情的態度 還有這一路來 在愛情上對王瞳的那種真愛 我講真的 我沒有看過比他更偉大 所以艾成我一直很欣賞他 馬國畢也碰到很多的問題 對不對 經歷過人生經歷很多的挑戰 其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與艾成有私交的馬國畢更是雨帶哽咽 希望可以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 據警方初步瞭解 艾成疑似於大樓7樓出房後陽台墜落 遺體在捷運站3號出口被人發現 稍早家屬到場指認後 艾成遺體也被移至板橋殯儀館 而從宜蘭趕回台北的王瞳 目前則在警局製作筆錄 據悉他還有先禱告 在筆錄結束後 他也將到板兵相宴遺體